说起朱晓琳可能大家都不熟悉,但她唱的歌一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。 20世纪80年代时,朱晓琳以一首《妈妈的吻》火遍大江南北,红旗一时, 她的歌《灵心苗》朱晓琳的专辑一年的销量就达240多万张, 在当时创下中国销售的最高纪录,后来的《花仙子》专辑也轰动一时, 接着她又相继推出了《月尔弯弯照九中》等在那个时代的校园里广为传唱的歌曲。 朱晓琳之所以成为著名歌手,这与她的天赋和勤奋都是分不开的, 她也和许多少女一样,没有高干父母,也没有搞文艺的亲属, 她父母都是中学教师,可都不是教音乐的, 晓琳自幼爱唱歌,天生就一副好嗓子, 当父母发现她这一天赋时,就注意发展她的特长, 可惜只是一阵子,后来她就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了。 当时年仅21岁的朱晓琳退出如日中天的歌唱事业, 依然选择成立了一家服装设计公司, 但是由于自己对经商没什么经验,不久就倒闭了, 可是现在的她已经快满50岁了,还未结婚, 但是50岁的她一点也不闲了,反而有一种成熟美丽的感觉, 并且她也一点也不着急结婚这件事。